早在2000多年前 西漢名稱利以基 就提出了名與石為天的理念 可您知道 飲食都有哪些禁忌嗎 惶惶5000年中華文明史 飲食自身 不僅擁有活色生香的歷史 而且在歷史發展進程中 扮演了極其重要的戲份 在我們的價值觀中 吃什麼 果然很重要 但有時不吃什麼更重要 因為它彰顯了我們的價值取向 博一淑淇 不失周數 就給我們運生命 駐就了這樣的價值取向 商朝末年 在今天河北唐山一帶 有一個小租侯國 名為孤祖國 孤祖國的國軍去世前 他想讓三兒子舒奇繼位 舒奇認為立長不立右 那是政治傳統 堅持讓大哥薄一繼承軍委 老大薄一呢 不願意違背父親的遺命 悄然出走 而舒奇呢 堅決不肯繼承軍委 也出走了 後人根據這個故事提煉出成語 遺棄讓國 博一舒奇在出走的途中相遇 聽說呀 西伯昌仁德 這哥倆就決定去投奔他 可到了那裡呀 發現西伯昌已經死了 而他的兒子武王呢 最終西伯昌為文王 宰著西伯昌的林牌出兵伐咒 很快武王打敗了商周 周超鼎立而信 薄一舒奇認為周以下犯上不義 為了恪守道義 決定不施周超的一粒糧食 在薄一時期隱居在守陽山上 采圍而食 也就是呀 靠著采摘野生的決賽衝擊 結果有人就說了 整個天下現在都是周超的 這薄一菜也是啊 博一舒奇就決定啊 連薄一菜也不吃了 眼看就要餓死了 他們做了一首歌 登上守陽山啊 踩在那裡的薄一菜 以暴城以暴君啊 竟然認識不到那是錯誤的 這神農玉下的太平盛世 轉眼就消失了 哪裡才是我們的歸宿呢 這薄一舒奇最終餓死在守陽山 於是呀 歷史上又多了一個成語 不施周數 這個成語典故後來成為 清白首節的代名詞 不是周數的氣節風古 在史記中名列列傳第一 而流民輕時 國藝書齊呢 他告訴我們 不符合價值取向的飯 絕不能吃 孔子評價他們這是求人得人 孟子也說 人有不為也 而後可以有為 所以我們說啊 吃什麼不吃什麼 從來都不只是舌尖上的事 它還承載著龍裡教化的重複 滲透著人們對於飲食的架子判斷 宿莫的政治家文天祥曾經寫事 三河千古在 成國一時肥 餓死珍污智 夢中心采味 他舉兵抗援 被俘以後啊 臨死不去 可謂是頌代版的不施周數 我們縱觀舌尖上的中國史啊 不施周數 它遭使我們不吃不清白之時 一日三餐 一飲一濁 我們孕以果福的 不僅有生命的養分 也有歷史的沉澱 和文化的傳承 您說是嗎